我去坐 我們第一件事情啊 先拍照 因為真是要 沒辦法那個 我們等一下 就是成規則狀把照片拍了 等一下我就找不到你們 莫名其妙人這麼多我們要先拍照 那個助教會有一件 拍下去嗎 比個讚 來 比個讚 比個頁也可以 反正就比個動作 好我們 趕快把這個動作 我把麥克風交給你 老街的非常仔細跟 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講解 簡單這裡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協會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夠把台灣最原始的聲音 或者是大家平常遺忘的 一個我們簽名來台 到台灣一些開墾的過程當中 這樣的影音紀錄 那待會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私底下來跟我詢問 那我們也把過去的一些 紀錄跟導覽的一些內容 已經都放在我們的粉絲頁上 那大家回去的時候在FB搜尋 台灣鄉土文化青年協會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紀錄 那最後一下跟大家 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 那個鄉土文化的青年導覽員的計畫 也就是說我們會透過一連串的 培訓的過程當中 然後讓各位有機會成為一名 非常優秀的鄉土文化的青年的導覽員 然後在暑假的時候呢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技能 然後參與我們的那個 國中國小親子夏令營的活動 那如果這方面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來參與 那我們現在呢 就以最期待的心情 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 陳俊玲主任來跟我們講解 今天所有的流程 大家掌聲歡迎 好 今天推薦很好 那我前面我就說短 感謝的話呢 祝福的話我們就到最後再說 今天我們來這邊 永安居對不對 剛剛那個嘉哲秘書長提到一個 我先透露你一個20年前的故事 20年前在這邊 聽一個大師演講 聽一個大師演講 講完之後呢 我暑假做一件事情 我把家教學生叫過來說 我們暑假我們就不要補國語數學了 我改看古籍 那重新生意課程 這樣經過20年的時間 我曾經最高的一對一的 VIP終點是5000元 大家懂我意思嗎 一對一VIP專題導覽 終點是5000元 所以這個其實在某些時候呢 回到一個比較務實的一個產業 他是一個未來很新興的產業 他絕對不會被機器人所取代 所以這個路外我先提到前面 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是永安居 永安居在深坑那個地方 我們先有一個概念 這個是誰開門的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 我們這個是 不見的 全州的安溪人 你看看 安溪人 那開展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重點 我們看一下他的地理形勢 各位 感覺一下他這個地方 是在平地還是在山坡上面 山坡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很熱 山坡上面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呢 地理位置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是一個大文山區的概念 知道大文山區嗎 包括了木柵 景美 深坑 實地 還有遠方有烏來的原住民 在開展一開始的時候呢 原住民會到這個地方出場 所以說他必須要建築在一個比較居高臨下的位置 因為他現在是有人居住 所以不能隨意參觀 那裡面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各位猜一下有什麼東西 猜一下 我說居高臨下 有一些洞 大家做什麼用途的 有機會槍桶對不對 他裡面大概有一 可能有一兩百個槍桶 槍洞 所以說當原住民到這邊的時候呢 他必須進行防禦的工程 他會把門關起來 做防禦工事 然後所有的裡面的住民 把他的所有的武器架設起來 所以他幾乎每個地方都有所謂的槍洞 這個很特殊的一個 三合院的一個住宅的一個模式 那等於大山坑地區 我稍微介紹一下 大山坑地區跟清朝的一個中英化戰爭有關 各位有沒有聽過 中英化戰爭有台灣有四個港口開開港 有沒有聽過這個四個港口 台北有喔 有沒有淡江來的 戶尾就是一個 還有蒙甲 南部有兩個 安平跟什麼 高雄港 四個港口 那回到 台北的兩個港口裡面 因為深耕最早期 對 叫做資料發下去 哇 包機嗎 資料 那我給各位一張資料這樣比較快速 哈 深耕最早期最著名的不是豆腐 是茶葉 這個是 跟各位過去經驗法則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茶葉最早是在深耕 是種的 種完之後呢 台北的港口開港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把茶葉製作完之後呢 送到那個 戶尾的地方出港 所以深耕早期是茶葉的集散地 那也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之下呢 你看喔 深耕的永安居裡面 那祖先因為賺了很多錢 所以他想要留一座 古宅給他的後代子孫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 現在的人 如果過往會寫什麼東西 做遺族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以前的人不是寫遺族 是留一座宅地 這個宅地呢 代表的是 祖先對於這個 後代子孫的一個交代 你會把它叫做什麼 無字的遺書 那懂跟概念嗎 好 我們看一下 那這裡面他叫永安居 他在義日的嘛 他希望我的後代子孫 能夠永遠平安居住在這個地方 安生立命 那我們有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想看 各位大學生 都很注重衣服對不對 皮膚的延伸是什麼 衣服 那身體的延伸 就是建築物 我特別介紹我們建築物 中國建築物的核心 想像一下 看 請不要提那個 我們請我們最帥的那個 建安老師來示範一下 建築物的一個人跟人的結合 站在這個正中央 想像一下 站好遠對不對 好 想像一下 建安老師 好 像哪裡 冬天的正身 怎麼樣 好 一半 有沒有左眼睛 右眼睛 有 你看這一半補下來 有沒有左窗右窗 有 對不對 好 那手伸起來 往前舉 對不對 好 他左右兩側的護龍 有沒有像手 有沒有像手 有啊 你手仔細看有沒有 是不是兩節 是不是兩節 對不對 那我來看 要嗎 稍微 再 多一點點的時候來 啊 後面又什麼 會發棍 齊聲一下 後面什麼 有山 到前方有 有像 泰斯 坐在上面 這個可以 這是我們三合院 基本的結構的一個 模式 就是說 他整個建築物的設計 圓形 就是 供然來設計的 很特殊的 然後 他是對稱的 如果數學有學過 他誰敢對稱 左對稱 左對稱 就現對稱 對不對 看 中間 頭一半 左右兩邊是兩者 是對稱的形態 這個很特殊 因為防照是人的模式 就對了 那我們 來介紹一下主結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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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正身的位置 好 正身的位置 上面 有什麼 我們經常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 修樂課叫文創對不對 你覺得我們祖先 有沒有創意 這個創意跟哪一個連結 你覺得像什麼 他的 他的呼籍像什麼 南方有什麼 燕子 他把燕子 他在家鄉的時候 觀察一直飛過很美麗 就把他變成燕尾 這很特殊的喔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我們老祖先生 有想像力的 燕尾彎 燕尾彎 之後呢 左右兩側的相防 像什麼 有沒有像馬背 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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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馬 馬背 馬背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這是 通常大宅會有風水上的烤魚 馬背上有 會有金目 水火土 之類的馬背 套配 按照 這個 住家的男主人的一個命格去做調整 我們 我們 有一個最前面的 感覺像哪一種馬背 最前面的 就是有那個有一個綠色牌上面的 猜一下 這跟創意有關啊 有沒有像火的感覺 有沒有像火的感覺 咦其實它是用一種火型啊 這是火型馬背嘛 那後方的咧 就是火型後面的馬背是哪一個 要想像一下 那是屬於金型的 金圓棒 好的我們再來看一下 三橫圓的結構是怎樣 是一個想像一個字 是口字型的有沒有感覺 還是摸字型的 摸字型的 那四橫圓是口字型的 那怎樣就變成四橫圓 前面這一個什麼 墻再加一道 有去過淋江花園嗎 你看看不錯嗎 那就加一道就變成四橫圓 那這邊是三橫圓 那三橫圓的模式 為什麼 因為這邊第一個 地形比較 比較小 第二個 這樣子的門樓啊 比較適合防禦 就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我特別講一下 這稍微的結構來講 並不是完全用 有沒有錢來做探斷 而是要看地形地勢的部分 好我們再看一下正廳的部分 正廳的部分有一個 要看公開 你看你成為了 �� Juli 應該那些 看什麼 眼尾 下面 有一個牆面 他有點 像專志牆的 一二一一彃 遗憾 那個是一個佛教的部分叫萬智不斷 萬智不斷他需要表示什麼意思 他的長輩希望他的子孫年緣不斷 所以我還說這整個建築物裡面 他隱含著他的上一輩 對他下一代的子孫 安身立命的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那你看一個老宅 有一些比較細的結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有機會可以上我們去查 那我們把這些重量的部分 來交代各位 我們看一下再往下 很特殊 上方是專照的部分 下方是食材的部分 食材的部分來自哪裡 各位想一下來自哪裡 食材 這也是有典故故事的 可以想一下 來自他的安溪的地方 有沒有聽過壓船石 壓船石 我們台灣人蠻聰明的 用茶葉載到大陸去賣 回城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船就空了 那船是不是會不穩 他就改載食材過來 壓在船艙下面 那通常這個石頭 來自一方石頭就這樣子 成為所謂大宅的 建材的步驟 好我特別講說 這個整個建築呢 有一個特殊的建築形式 叫火庫企 什麼叫火庫企 想一下 不是喔 火庫企 上面是磚 下面是石 叫火庫企 企是新建的意思 有什麼功能 想一下 有時候你不要用它字面意思 要想 有時候中國人會 很有創意的部分 想一下 那間實力有限 有時候會跳過那個想的部分 防什麼 對 防火 所謂火庫企的建材 就是要防火 為什麼這個地方來講 它也很重視這個防御的攻勢 因為敵人來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子 可能是火攻嘛 對不對 它所以說這些防火 它有它這個功能 所以它叫火庫企 那深坑這個地方來講 它的建築物 都是火庫企的建築物 它因為地情的關係 它有原住民會入侵的一個 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中間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 感覺很像卡式的 拖出來是凹進去的 正身中間的部分是 拖出來 凹進去的 這屬於凹瘦的一個新建法 就整個凹進去 那有些人認為 認為是什麼 當成你的印堂中間 凹進去的 那這中間通常有住人嗎 那住誰 住兩種對象 可以猜一下 祖先跟什麼 還有什麼 神明 祖先跟神明 接著來講一個有趣的 那你接著來左右兩邊 有一個關係 想一下什麼關係 假設我們 居然有一個人 來加著來 那假設我們兩個是親兄弟 住這邊 他住左邊 我住右邊 他的太太跟我的太太 關係什麼關係 走你 那我們中國的一個 比較特殊關係 他叫什麼 空間概念 叫東西關係 當時 你會聽過這個 這個故事 當時 這就空間去分配了東西關係 因為他東邊西邊 對不對 很特殊對不對 我想說 其實我們 講老住宅 我就盡量希望說 把這樣子比較有趣味形態的部分 先介紹給各位朋友 來認識 為什麼 接著有些比較細部的部分 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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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 因為把今天的重點擺在老 那等一下我們就 這個部分 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 山坑老街的過關卡 山坑老街的過關卡 現在老師好像有分組 分組 對不對 好 有分組嗎 有分組嗎 因為我們會有四座 所以 班戴有分的幾組 他就請班戴先分下去 那菜有沒有比想像 一級的菜 一級的菜 一組 一組 好 這是第五組的 再來第六組 楊佳穎 王愛 但是其他是一樣 中立平 林卓涵 毛喬 張思雅 陸星堯 趙燕 安宇 其一組 下一組 欸第六組 下一組 秋陽 葉昭 李延熙 何宇豪 詹宇熙 張偉全 陳愛蓉 蘇立廷 翟宇廷 王一宣 和換 再下一組 李高翔 張拼 黃 鄭玉明 王大興 林德望 顧翔 陳親國獎 親吻 黃 黃 又 希 你們總共有八組 沒有分到組的請舉手 沒有分到組的跟老師一組好不好 就是張老師我們兩組 有沒有沒有分到組的 OK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過關考的設計 我分享一下就是說 如果各位有機會啊 帶那個親子下一組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模式 正式操作的時候是過完一關才花下一關的考驗卡 但是因為各位是大學生能力比較強 所以我一次把五關都給你 但是我把完整的遊城呈現 因為今天表演了 第一關很簡單 好前景觀察深耕老街寫下十種食物 十張老街活化的照片 十張老建築的照片 要這邊也可以開放到你們拍 好 好第二關就是針對其中一種食物 你要寫下五種問題訪問老闆 請錄影拍照完成 好自己去觀察一下 好第三關是 討論寫出小組要吃的五種食物 並說明理由 好第四關是把今天的旅程創造出一個小故事 找三處客人任可簽名後過關 好 接著來最後面最後一關就是完成今天深坑之女的微電影 或是你覺得想要寫一首詩也可以 內容要包含什麼 核心的建築跟老街的活化 創意說故事 老街中結合新創意的舊品清酒 那最後面有一篇文章是我分享就是說 當我們完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都把結合輪椅在裡面 因為相符文化應該是一個所謂的舊品加新酒的狀態 所以我把恐龍的部分結合在這個地方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 我們等一下老街的部分 我會在老街大樹下先簡單講一下老街的結構 然後就讓各位分組去去學習踏查 這也是一般來講 像最流行的親子學習下任贏的模式 一般來講講師福建人會講的很多 可是要你去查資料 那像深坑老街有個好處 他經過整修之後不定點的牆面上都會有QR Code 可以去拿你的手機拍下去 就會知道那個景點的結束資料 這樣各位同學了解我意思嗎 那因為他這有一個深坑老街的優惠 我們感謝我們李嘉哲秘書長 事先有考察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重要的一個優惠 各位可以參考 你可以去的話有一些優惠 你可以考慮參考一下 對這次我們先網路上 截取著名的比較重要的美食 可以參考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停留 這樣停留 十分鐘 讓各位拍一下這個有環境的照片 到隔壁 這樣又在有廁所規定上一下 這樣可以嗎 那等一下我們十分鐘在這邊擠著到老街 好趕緊的 趕緊拿出來 趕緊拿手機 趕緊拿出來 有沒有錢 拆了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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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再一下 在老街前做一個建商 因為這個到老街進去 通常都不會建商 我們這是物理薛西 現在叫景美西 舊名叫物理薛西 是跟那個平補族有關係 各位朋友有聽過柳公郡嗎 柳公郡之前 最早台北的郡是物理薛西郡 不是柳公郡 源頭就是在這個地方 早期這個新電溪 整個團可以行駛到下一個鄉鎮 叫做石定 有沒有聽過石定 其實我剛才講過 發基式茶葉 他不是豆腐 真的豆腐有名是在石定 然後那邊做完之後再過來賣 那靠就是這個物理薛西 他可以載豆腐 可以載茶葉 那我們剛才看的永安居對不對 他後面有靠山 前面有溪水 剛剛有講到說要講風水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風水 長氣之處 後有靠山前有流水 是一個聚財之地 所以他的祖先會在那個地方選擇 蓋一個永遠安居的宅 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因為物理薛西這個 渡口的部分是一般 導覽員比較少介紹的 通常來講 要超過一定年 年資的導覽員 才會特別講這個區 其他老街的部分 有那個科學科可以看 他有影音導覽 各位可以去發掘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 老街的中間有一個吉義廟 到吉義廟你會發現到一個證據 就是他是泉州安溪人的守護神 只要是泉州安溪人的地區開發 都會有吉義廟 吉義廟有沒有朋友知道是拜哪一個神 不是保身大力 泉州另外一個是保身大力沒錯 張州是開張聖王 客家人是山山國王廟 那泉州還有一個安溪 安溪人是拜寶怡尊王 寶怡尊王 可以查一下 他拜的是張巡跟徐遠 他的典故是來自於安史之亂 有沒有聽過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時候呢 張巡徐遠死守追陽城 最後面有個小典故 張巡當時死守的時候 把自己的愛妾殺了 給那個什麼 底下的士兵吃 因為死守到最後面對不對 後來呢有個典故就是說 如果是大老婆的 就很喜歡拜這個張巡的廟 為什麼 因為他把他的第二房殺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比較有趣的典故 因為他殺的是他的愛妾 他殺的不是他原配的 各位朋友懂這個有趣的典故嗎 那回到正題就是 安西人最早他的族群是在河南的地方 在皇朝之亂的時候 因為亂世 所以他帶著他的寶怡尊王 往南掀繫到閩南的安西 那後來呢到閩南安西 剛好運氣不巧 又是安西很特殊喔 在閩南的安西的地方 全州是靠海 可是安西普靠海 是山多田少 所以他就會勇於到台灣來開墾 好所以他就再度帶著他的寶怡尊王 來這個地方開墾 最後面在 在島基城的時候 在中間的一條 蓋了幾億廟 好這個部分的點故事通常比較少的 講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集合的地點 時間是 1點鐘 在大樹下 剛剛我們那個地方有做集結一次 大樹下那個集合 然後我們分組行動 老街不會很長 蠻短的 那可以建議各位中間的幾億廟去看一下 裡面有一些故事 我們用把它全部講完 為什麼讓你去發覺 去發現可以完成你的作業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這邊1點鐘 我們再來總結 讓各組簡單的分享一下 好我今天有準備 一個很特別的小禮物 給那個分享比較好的部分 那時候由建安老師來決定 好那可以的話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要做解散分組過去 跟他們講要交作業 要交作業 大家各組注意一下 待會1點回來的時候 不是馬上坐車子走 我們會看各組的那個討論的報告的結果 所以待會我們剛剛分組下去 每組的那個任務 大家都要完成 這個是你們作業的一部分 大家要記得 有沒有問題的 你們是不是在搬走 你們是不是在搬走 沒有 這裡面很多事都在看 你不多講 來 我 我 各位同學 注意一下 我不用麥克風比較快 我會這樣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們是要手到拿著那個 所有的關卡 關卡這個事情 能做就盡量做 但是呢我還是老話一句 我希望你們多去看 這條 那個老街裡面有很多是 你們以前可能沒看過的東西 第二個你看別人 為什麼敢去賣 車子來了 我們先看看過一下 我們盡量站在那個 不要站到車道上面 還有盡量不要翻到橋下好不好 那橋下有點危險 因為今天天氣熱而且人比較多 所以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身體不舒服的 趕快跟我提一下 我們現在把那個711 當是我臨時的救護站 如果你不舒服的 你就去那邊休息 那張老師在那邊等大家 對 那邊就是我們用冰冰 所以有任何 那再來就是 我說過了 關卡不要有壓力 如果能拍成成果是最好的 老師講個小秘密 我聽說他們拿給我看過 別人拍好的 居然是國小六年級 國小六級都可以拍到為電影 你們能不能拍嗎 不要把他當為壓 但是我們 新年文化協會的那個 陳俊宇老師 還有我們那個 副的一個拍攝 還有響姐的 張家哲 還有劍龍 還有順紅 那我們還是分享一下 聽說有一組 六個題目 還是五個題目都做完了 你們要不要來講兩句 我們要做完了 全部做完舉下手 組別 你們這一組做完了齁 你們這一組是哪一組 就是 OK 你們要不要簡單講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請他們講一下 我們分享一分鐘 趕快 快快快 就是我們把這次遊覽的活動做成了像極限挑戰那樣的綜藝節目的形式 我們一共有十三個人嘛 然後一共分成了四組 每組有三個人 然後有一個就是假扮嘉賓 然後有一個就是Follow PD 就是那種導演 他的一個是攝影 然後就是全程記錄他們所有的活動 然後我們打算後期再剪在一起做成一個綜藝節目的片子 好 我們謝謝這一組 還有你們那一組 另外哪一組要不要講一下 哈囉 做完了另外一組 要不要講 不要 不要講 但是你們只要有做完的 請務必E-mail給我你們的連結 好不好 我有準備禮物 我有準備禮物 所以請你務必E-mail 就是到老師的信箱 那現在呢 我們慢慢的安全的走回 我們剛剛